我所在的位置的海拔是2,900多,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起来了,起来了 今天晚上的,快十一点半了 昨天晚上的风刮的,外面有个纸片 有个广告部,想着一晚上 起 看上这,水带,大鱼,绵翼,这么厚 看上这这么厚 这样天不砸了,其实还舒服 你看贝贝,你们听见贝贝了 贝贝在上面和他们打架了 嗯,起玩 出发了,你们 昨天晚上就在这儿露营的 今天一觉睡起来,睡过头了 睡到十一点多了,快十一点半了,就起来 是,听他们说是3100多,我还不知道 我所在的位置的海拔是2900多,给大家看一下啊 继续出发 今天天上了这个山 这段没网,到这大山里面 就没网了 到找一下油网的地方找不下 最后找一个油网的地方 找不下的话 在太阳下山之前 找到露营的地方 这个路况不是太好 海拔也逐渐高了 希望大家看看路况 这有个公厕 这是咱的车 看这风景 现在就开始往上爬了 这有点 有点火 现在就开始往上爬了 这是第一段玩 这边的山风景挺好的 第一段玩 从这边转上来 然后从这儿往上去 现在站到这儿了 2927.8 咱继续往上爬 看一下这儿的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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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机有一个子弹针,它上面有显示狠 继续出发了啊 你看前面 也没有拐景台啊 看那边的雪山 是不是应该有点下坡了 咱去看一看啊 全是这,要不就是两面是山 夹着一条路 要不就是 悬崖峭壁啊 山西门的路 都是这 那有个牌子 是不是剪禁 我先看一下 第1个 高海拔的机场 大概这 这不能比啊 冷了啊 冷了啊 我山西从内蒙进来的 快给这 对安全,我们走啊 好嘞 谢谢啊 啊,你们也慢点啊 看那边的雪山 哥他们也行上些 全上些也都走了 他们一去西藏呀 旅游的人慢慢就会多了 给这片红牛了 好人多 下山也不得有信号没有了 下山也不得有信号没有了 这就行当线 翻译的第一座雪山打板 全长27公里 初次上山能引起耳膜 鼓掌严重 会导致耳膜破裂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这爽歪歪来了 你们 看一路下坡 一路下坡下到沟里面了 你看 这现在就是检验刹车的时候了 有点雪山 有点雪山 看今天的露营地啊 马上就快下了山了 这儿风大 风大也不知道 再往下走 外面也找不下河河的地方 找个地方老南找 都是那个斗坡 从那边下来 那边是山 这边是石头七小红 好找地步 今天走到这儿正好找一块这个地方 现在也不早了 6点多了 从这个山头 从这个山头绕下去了 在这儿露营了啊 然后吃饭也吃完了 饭也吃完了 车里面也没有上取暖的东西 这个火就是我瓶子 晚上做饭 用的火 吃完饭了以后 点着它取冲暖 然后在那边奶活奶活 一会儿就 准备睡觉了 家的 山油 这是我白天 路上捡的残火 那咱的背背 这个铁桥 这是小刺老 二库 虎牛 就在这儿 然后这会儿东西 把东西收拾一下 锅外瓢盆吃喝的 收拾一下 就总必睡觉 来把它们 放在车上 一会儿不当 放车上啊 哎呀你来 来吧 咱们这儿 去吧 一往上 一 二 上 哎哟哟吗 哈哈哈哈 哈喽 他们回来就在这里面 位置挺大的 它四个经里面宽宽宽的 就是贝贝站不起来 贝贝不能让它站起来 它站起来和这沙沟打得不行 所以叫它们在这乱乱乱 这个东西把它盖住点 要不它就潮气 反正放车里就 白天放车里就没法弄了 这个 这个被子管大用了 就这样盖着点 盖着点晚上潮气就不打大了 压着点 万一晚上起风 万一万起风 就把这个刮跑了 休息一下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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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